真的应该用这样 一丢丢都吹不出去 对 Vivian你吹一下 我看到恐啊 是有恐啊 但是气出不去 是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牛小咖 之前有承诺给我 给大家做一期 德龙的La Specialist 深度的体验视频 然后今天 这个承诺就要兑现了 首先我们节目 肯定不会走那种 无聊的这种广告的推广 因为我觉得 一个东西好 我肯定会给大家来种草 但是呢 如果我觉得不好 那我也不会去 故意的去吹取一个东西 那这个机器呢 我用了差不多 大概也有小一个月的时间了 那今天呢 我来说一说 那这一个月的使用过程中啊 我对德龙这款 一体式咖啡机的一个看法 那首先啊 我先说一说这个缺点 有几个是比较影响 我在使用过程中的 这样的一个感受的 OK首先第一呢 那我先说一说这个粉碗啊 那这个粉碗呢 我自己大致撑了一下啊 就是它放满了之后 然后它能够盛装的这个咖啡粉啊 是在18克左右 那整个重量还是OK的 是我比较满意的 然后装粉量对于这个家用咖啡机来说啊 还是不错的 但是当我卸下来这个粉碗了之后呢 然后我看到啊 就是它这个粉碗啊 其实它是一个加压式的粉碗 在粉碗的底部啊 它只有一个滤孔 那这样的设计呢 是为了增加这个萃取的压力 就比如我从里边吹气啊 它是吹不出去的 我尝试一下啊 根本吹不出去 就是它这一个孔啊 只有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 它才能够把这个咖啡液通过这个小孔 那在我使用的过程中啊 就是有那么偶尔的几次 咖啡粉它呢会堵到这个小孔里边 整个机器呢 就会萃取不出来咖啡了 然后呢压力呢 会被憋在这个冲竹头里边 那这是最影响我体验的一个地方啊 就是希望厂家看到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改善 那不然在后期啊 会影响到很多这个使用者的体验 OK 那其次呢是这个触控式的这个磨豆机的开关 那当我把这个手柄啊 卡上来了之后 卡到这个close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之后 它就会自动的研磨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一直研磨到 你设定完的这样的一个粉量 它中间呢是不能够手动停止的 意思就是说 它没有一个按钮可以让它停止研磨 除非你把这个手柄拿下来 要么就是直接把这个咖啡机关机 中间呢是不能够手动停止的 那这个让我觉得呢就是本来这个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就是人性化 但是在研磨的中途啊 不能够手动的停止 那这个就稍微有点尴尬 那大家都知道啊 并不是所有的人啊 他都能一次性的把需要的这个咖啡粉给调整好 那有的时候呢 可能研磨的会少一点 需要手动的加一点粉 那有的时候呢 可能多了 就需要提前的把这个研磨关掉 那所以这个功能呢 让我觉得就是对于新手来说啊 就是非常的不友好 那可能会浪费很多咖啡粉去调试 OK那第三呢 是我个人认为的一个小问题啊 就是它这个热水出口 这个热水出口呢 它离冲煮头的位置啊 太近 那这个设计呢 其实是为了方便制作这个 它上边的这个americano 它就能做出来一个保留的比较好的 Creamer的美式黑咖啡 那但是呢 在我自己操作的过程中啊 就是由于它这两个地方挨得太近 那有的时候呢 它的手柄啊 就会经常有误差性的 扣到这个热水出口里面 这个可能跟我的操作也有关系啊 但是这个不止发生过一次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能够改善呢 就会非常好 好的 那说完缺点之后呢 我再说说优点 首先第一啊 就是这个豆仓 它的刀盘是可以拆卸下来的 非常方便的去清洁 那另外啊 它自带粉锤 可以直接的来进行填压 对于有强迫症的同学来说 这个真的是个非常友好的设计 第三是这个面板 非常有科技感 而且呢 它能够提示机器的一些信息 就比如滤水盘 它安装的这个没有到位 或者是后边的这个水箱缺水 或者是豆仓里面缺咖啡豆 还有就是咖啡机加热 它都能够在这个面板上边呢 进行有一些信息提示 蒸汽感上边的这个进气开关的这个旋钮啊 其实这个蒸汽感对于普通大众的消费者来说 设计的非常友好 对于完全不会做咖啡的人来说啊 你直接把这个蒸汽棒放到这个拉花缸上边啊 它打发出来的奶泡的质感也是不错的 对于新手小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设计 但是对于想要驾驭感或者是操控感的咖啡师来说 会少一丢丢的乐趣 但是毕竟它是家用咖啡机 不过我自己也尝试过 就是自己用手动式的来打发奶泡 它打发的奶泡的质量也是相当相当高的 那最后呢我再说说清洁啊 它机器本身就带了一个清洁的按钮 当你关机前想要清洁的时候呢 只需要按一个按钮 它就会能够完成这个清洁的动作 冲煮头呢它就会自动的出蒸汽 加一些少量的热水 来进行清洗 OK最后呢我再整体说一说 这个咖啡机它的出品的这个品质吧 它整体上要比它德龙家族中的 全自动咖啡机出品的咖啡啊 要好非常多 那定位呢是那些 他不想用全自动咖啡机 那并且呢想要自己动手 来体验这个咖啡制作乐趣的 这样的一个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OK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 如果觉得我们做的不错 然后关注一下给个赞 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 这个咖啡的确是不错的好喝 是否这么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